My life 一直在等待 空荡的口袋 想在里面放一份奶 Why 总是被打败 真的好无奈 其实我实实在在 不管帅不帅 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我 好越紧越明白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都是放手去爱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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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我的爱 无所不在 我自然的安得关怀 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心灵的 心灵的灵的房间 我一眼就看出来 是因为爱 我猜 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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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明白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你怎么就认为 李唐不会陪你走到最后 你凭什么就认为 李唐 他是一个 不会为你着想的人呢 好好想想妈说的话 怎么样 还好啊 还好吗 还好吗 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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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不要坏我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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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会痛 我做了 我磕穿的 小叮当 帮我拆的 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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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是 folds 我老师 你行吗 Gotham ish Norman 请问我 爱吃吗 rip 吃吗 那个 我吃嘛 我呢 我甜的 我要吃 我吃 我要吃 如果你拿撈 快给我看看 你 Menu 我אן 对不对 你看我都没有尝东西哦 好 少了 数一二三 吹气 吹气 对 吹气 一 二 三 吹 你不是这个手吗 瞬间移动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好了 你分析啊 这就是你的梦想小屋 终有一天我要让童话 变成现实 梦想小屋 谢谢你 终不需要一张 好 让我留意 小心哦 这就是你的梦想小屋 终有一天我要让童话变成现实 在厨的更 Maxim laatstone 网易冠王 别人要 mai 她的灵害 好了 我今天你脑到去 你脑到现在什么事情 你在家自宅 想把一口 这一口 millor chsel 你自己可怕 明天就在老地方见面吧 我会等你到十二点 时间帮助我看清楚现实 也提醒我等待是根本毫无意义的事 我不会再为任何人等待 也绝不再为任何人流泪 凡思姐 好了 回去吧 明天我会去找尹总 如果把品牌转让给她 我就会结束工作室 跟着品牌一块儿过去 什么你要过去 我还年轻 单身女一个怕什么呢 重新再来几次也无所谓 就算这条路再这么难走 我也不会改变初衷的 好了 结束工作室 那我怎么办啊 想念这边 你咱看 虽然没很大 你知录自在 他终于 想法 天祥 都不想要 这是 如此 明天 你说什么 夏女孩 郭小姐 因为你一再拖延 致使乔瑞斯无法按期推进产品 对于你公司里所发生的事情 我很抱歉 但是现在 你既然无法提供有效的保障和赔偿 那么就请你按照合约 把你的品牌抵让给乔瑞斯 尹总呢 尹总怎么没来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忘记他才会有新的开始 我们以最大的诚意 希望李总可以考虑与我们重新合作 行了 班杰 我们的产品要上市了跑来谈合作 你们不放肆呢 当初你们李总可是完全没把我们 唐方放在眼里啊 现在发觉自己挖到了是块石头 又跑回来谈合作 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啊 不放肆呢 班杰已经被人盗取了最重要的资料 很快网上的假货就会铺天盖地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之间的保密协议 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就算他以他的天才重新再画一套图纸 也不能保证生产期 所以不管怎么说 他都算违约了 李总 你完全可以放弃 他绝对不会成为我的对手 你们李总这么看重他 这个时候应该拉他一把才对啊 李总停职了 因为他不满公司决定啊 什么 李总被停职了 李浩然过高地估计了Fansy的潜力 并且一再隐瞒你拖延的事实 现在又不肯听公司的决定 傅小姐 难道你要继续违约吗 某天没交错 李总在下面 李总也阊道 尼浩然先生曾经答应过我 他会好好经营这个品牌 作为这个品牌的负责人 曾经的负责人 我可以知道你们接下来 会有什么计划吗 那你们拿了这个牌子之后 打算怎么办 就是因为尹浩然太固执了 所以才会到现在这样结果 怎么 李总不会这么记仇吧 不会不想跟我们合作吧 坦白地说 我们还没有道教堂 合作的时候吧 如果我不肯跟你们合作 你们打算拿着分析的招牌 会继续跟璀璨对抗吗 怎么会呢 我们根本没有要对抗的意思 老实说 董事会根本没有看好 FANSI这个品牌 完全是尹浩然个人决策失误 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损失 接下来我们要对FANSI进行拆卖 来弥补这个损失 乔丽丝的实力 李总你也应该很清楚 我相信我们合作的话 会让璀璨的成长期 起码缩短一倍 而且 行吗班杰 大家都是圈里人 别再来这趟了 卖身气恼我们是不会欠的 而且 以我们今天的堂皇来说 没有必要再接触你们 乔瑞斯的推广方式 吃吧 多了 拆卖我的品牌 你们绝对不能那么做 傅小姐 既然这个品牌已经不属于你了 你就没有资格来评论我们的决定了 请你离开吧 小婉 请傅小姐离开 傅小姐 这边请 傅小姐 请你离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恭喜你 我累了 你所愿我也输了 放心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到的 关于这件事 不用说 我累了 我没有力气再跟你去玩笑 想笑的话请你等我走 也会再笑 喂 王思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你干吗不告诉他 你为了他都 他跟我没关系 为了他做 那你跟他没关系 乔尔斯卖卖费 你着什么急啊 大哥现在是不惯璀璨 要让人家奔一奔一奔 还要掏这么多钱出来 冤大头不是这么当的 而且你知道吧 他的图纸已经被人偷了 这说不定哪天 就出无数个翻版 他图不值钱了你还买 李唐不是我说的 你一个订了婚的人 天天还年花惹草 甚至为一个钱钱钱女友 那我怎么冷静啊 搞定了 李唐同意跟乔瑞斯签约了 好 好的 怎么了 不开心啊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有什么可高兴的 捧红富房司将粉丝推向国际 我才有成就感 那块硬石头 太重了 捧不动的 小心别砸到自己脚 就不错了 现在有璀璨更好啊 而且璀璨依然还是靠你谈成 约翰逊那一状啊 算是白够了 总部现在对你特别满意 只要你下次再回来啊 肯定就是总裁了 那方司你咋算怎么办 出卖富房司 是没有办法装的办法 所以我一定要补偿的 说得那么好听 你打算怎么办呢 还没想好 想好再告诉你好吗 你可别停止太久了啊 你不在的话 我一个人撑不了多久 你这干什么呀 把行李拉出来干什么 看不出来吗 直接拉走吧 拉走 拉哪儿去啊 你还去哪儿去哪儿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分手 分手 我 姚李欣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跟你过一辈子吧 我眼看着 马上就要去大公司了 越来越好了 你觉得我还能跟你在一起吗 你不就是出卖了富房司吗 你真的以为 你这样就可以出名了 当然了 现在尹浩然什么都听我的 我只要跟在他身边 不但能进大公司 说不定我俩还 你真的以为 你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吗 为什么不行啊 你自己没出气 你就别怪我向往上爬呀 你 你赶紧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不是 袁立民 你会遭报应的 我的简历您看了吗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设计图 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去乔里斯 公司对你的简历很满意 太谢谢你总了 先看看这个吧 机票 我已经把你安排好了 总部那边刚好有设计师助理的空缺 他们也希望你过去 要我出国还让我做助理 我为你冒了这么大风险 去做那些事情 这就是你给我的退路 你不是想被别人看见吗 要被人看见 就要从头做起 弥兰是时尚之都 在那里做助理 也不算委屈了 你这样对我 你就会怕我把事情给抱住去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我也没办法 反正我都停止了 倒是你 消息曝光的话 你觉得你还能在国内混吗 这样倒是能被人看见 但是恐怕你的形象就会负面了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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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人 几次后悔了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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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放肆 对不起 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我没有保住你的品牌 输了就要认 输不丢人 输不起才丢人 是我违约在线 还连练了你 是我对不起你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啊 虽然我已经被停止了 但我还算要大人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 只想把品牌输回了 但是 我妈说 人长大会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 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 第二次 是在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 终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第三次 是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但还是要努力去争取的时候 我联络了你的上司 本来想跟他谈一个赔偿金额 把品牌赎回来 但是没想到 是我小看了他 真没想到他会做到这一步 你说的是李唐吗 不提了 浩然对不起 抱歉连累了你 希望有机会可以补偿 希望有机会可以补偿 这间工作室我抵押了 暂时没办法再回来了 别急 就憾到你们了 乱兜 你必顾到你 我去 大落你了 你快要走 你走 你走 好 傅小姐 你不能进去 李总还在工作 我知道是你买了个设计图 现在只有那么多了 一个月 你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可以给你银行双倍利息 如果你还嫌太少的话 三倍 四倍 五倍随便你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请你把品牌还给我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我想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你不要在这里给我装什么好人了 这些都是你干的 对不对 你在胡说什么啊 我真没想到你会可恶到这个地方 你想整垮我 然后报复银行人 你买通了艾米 利用姜森急走银行人 把我的品牌占为己有 不得不说 你的智商是比以前提高了一些 你是吃错药了 还是你以为就在拍电影 大小姐 我的设计图刚背头 你就跟乔瑞斯情缘 璀璨马上就要上市了 又有通灵力尘 这个时候你跟乔瑞斯情缘 得到我的比方 你有什么好处 你不是一向利益为上的吗 对啊 都是我 都是我做的 你满意了吗 那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啊 赶快回家收集证据去告我啊 滚 你无非就是想赢我 想整垮我 想看我走投无路 现在尹号人被停止了 既然你已经出了这口气 请你把我的品牌还给我 你说你要多少钱 对 我就是买来出气的 所以我现在很开心 我告诉你 够人就是要开心 你 Audience the two 咱们 这些都给你 其他的 我会再去找银行贷款 你看房子都押给我了 还要押什么 工作室啊 那你跟银行贷什么 你要贷什么 礼堂 我输了 我输了 我真的输了 我求你 我求求你 把我的品牌还给我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请你把品牌还给我 请你把品牌还给我 你让我做什么 我求求你 请你把品牌还给我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 这不明白的真厉害啊 这就是社会的梦想吗 为了他 分手 再为他回来求我 我就是买来出气的 所以我现在很开心 我告诉你 做人就是要开心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出气 你压根就没有了他 你想 απâm吗 我真的不能了 你真的不能了 你还不 Nobel 您 認同将对你 我 准 過 星光 我 你 你找我 你的人 听话 儿我лен backdrop 我一直处心 女儿ミク 小姐 您需要点点什么菜 想吃什么 我请客 不想吃 谢谢啊 也对 当破产又压房又压人的 的确是没什么心情吃得下 不过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 外国特别的好 好 干吗 又想骂人了 不要忘记现在是你要来求我 你毕竟还年轻 我也应该要给你一个机会 虽然你之前啊口述恶言 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所以我经过反复的 深思熟虑以后呢 我觉得等你还钱遥遥无期 看你图纸画得还不错 所以要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替我打五年功 我又把你的品牌还给你 怎么样 服从总经理的所有指示 不得有个人意见 干吗 又不会叫你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尊重领导 要对总经理毕恭毕敬 尊重领导就是基础嘛 不许再做白日梦 要跟同事搞好关系 对待上司如同父母般温柔 对待下属要像孩子般呵护 你整人有瘾是吧 这是什么贵状制度啊 有病 这一条是公司为你特别定制的 重视重视 不是 干吗 想泼水 我警告你哦 你敢泼水的话 我就把这鞋撕掉 你泼 你泼 你泼不泼不泼 好 我签 但是我有三个要求 第一 不许说出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对啊 最近太开心了 我还是写这条 谢谢你哦 第二 在这五年内 一心一意地好好伺候我 好好服务公司 我是这种人吗 然后我就会保证啊 不会拆了粉丝的招牌 而且不会有任何商业的用途 这么简单 连我都想到还没说 第三 先跟你说哦 我们唐皇设计部 已经有了一个总监 而且啊 在我看来他比你优秀 多很多多多了 而且还没你那么讨人厌 目中文贵了 小奈跟了我五年 他很细心 就是有些胆小 是我不能给他更好的机会 因为这件事情耽误了他 希望你能让他进堂皇 给他一个发展机会 但也赎回品牌之后 我们可以两步向前 小一点啊 好好擦啊 很舒服哦 什么酒啊你 空渴了 你 调皮 你会烫死我 你还会怕开水烫啊 我会被冷的 你看你每天穿得这么丑 你还好意思当我的助理吗 我可是礼堂哎 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啊 送你一个小礼物 以后 就穿这个每天来跟我上班 你闹没有 礼堂你个死变态啊 你信不信我一般人 帮你拍摊墙的扣一扣不下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穿这件衣服 伺候我一辈子吧 谢敬 早啊 早 这么早 不会收个样 又让你提早来整理样间吧 人家是总监 我就是个小设计而已嘛 太过分了 每次都这样 天哪 快九点了 我还没买咖啡呢 行了行了你忙吧 我给你买去 那你别忘记 我知道 我的咖啡 加奶不加糖 谢谢自己 放心吧 不客气 周莉你知道这事吗 知道 可惜了 之前她签为乔瑞斯 我还以为她会红头 整个银河系呢 结果品牌太死不忠 工作室倒闭不说 我听说还签了一屁股的债啊 真的 你说还有比这更惨的事吗 我看那乔瑞斯啊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初跑那么高 现在翻脸啊 那翻书还快呢 就是 他怎么来了 他怎么回来了 就是 这不是翻脸的傅芳芳吗 他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报到的 报到 他要来咱们的傅芳芳 什么情况啊 你也会有惊天呐 傅芳芳 看我怎么好好地修理你 你这个大爆牙 跪下 说对不起 看懂你的傅芳芳 嗯 周莉姐 芳芳到了 好 李总 傅芳芳小姐到了 家儿进来 这就是我们李总办公室 朱莉总可以进去吗 好的 这边请 芳芳小姐 里边请 李总 李总 傅小姐到了 那我先出去做事了 上班第一天就迟到啊 啊 到底录是天观念 你眼睛老花了吧 我一分钟一秒钟 也没有迟到 要得意你就抓紧时间吧 等我输回我的品盘 你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放心 我有足足五年的机会 就是不知道方氏赋您 可以忍多久 看起来 你这六年过得 好像还不错嘛 跟您比我还真是小儿科了 李大少爷的人生 比护工还要精彩刺激 我望尘莫及啊 现在我的人生里面 也有你的位子 我一定会让你感受 备受宠爱 呵护至极的 你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 李棠 我加入的是你的公司 至于你的人生 算了吧 我眼睛里容不下脏东西 你 做人要低调 死胖子 我今天来 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李总你有什么吩咐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就加入欧威亚的 璀璨项目组 准备扯张区齐队进行工作 喂 湘岚姐 不好了 李总要招方思庆堂皇工作 她现在正在李总办公室呢 你 莫威亚你是白痴吗 设计不招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我发誓 全公司上下没人知道这件事 好了 盯紧她 黄璃棠 你要干什么 你已经把她赎回品牌了 你又把她找进公司 你要干什么 莫威亚你是白痴吗 设计不招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反正堂皇家里后 也禁得起你这个白家子败啊 你嫂娜你的专业来压我 你以为我没看过设计图啊 一个为了她花钱 一个为了她停职 一个接一个呀 她到底有点好啊 喂 喂 开门啊 来 Vancouver 走了很远 才回我走 伸出冰冷的寒流 再没有你牵我的手 不顾一切对我挽留 我一个人要怎么走 再没有你的路口 孤单时候谁在身后 幸福相错还是相拥 如果时光可以遭留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是因为我 直到永久 如果时光可以遭留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是因为我 直到永久 是因为我直到永久 是因为我直到永久